上法院要注意哪些事情呢 欢迎来到民事诉讼原告片 这是司法院民事诉讼的宣传影片 还不只有国语版 只是系列影片花了公筒千万 国民党立委翁晓琳痛批点阅率极低 司法院声明反击影片承包商非猪公司 总共承接的12篇系列影片 得标金额1080万 而当时业者也发声明 博士3608万不是同个单位招标 而且观看次数取自于YouTube频道 只是展示本公司的作品 不能拿来反映影片的成效 不过翁晓琳在反抢 认为宣传效果的确差 来实际看看司法院YT账号点阅率 最高1.6万左右 其他种语言大约都百来次 而朝演预算攻防 国民党主席朱立伦也参战 我作为智库的董事长 当然是希望大家能够发挥团队的战力 摆套预算是在门口随时抽问 随时抽查 总预算卡关之际 卓奎要各部会首长好好沟通 而卡关主因在原民禁法补偿 还有提高工粮收购未编组 不过主管机关农业部 原民会似乎没有积极沟通 到目前为止 农业部经济部 包括国发会 都没有主动联系 那所以呢 异常的傲慢 我想这些首长们 真的是彻底放飞自我 对比海基会秘书长罗文嘉 多次拜访商谈 的确有大落差 而立法院长韩国瑜周五 也将邀请蓝绿白党团吃饭 好好谈一谈 希望这预算之战 朝野都能各赢一半 这次宣布困难专业 台北惨不倒